从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 到有着奇怪内容的信件 再到变黑的指甲 人们打开 尘封已久的时间胶囊 仅意外发现 早已被时间埋藏的惊人秘密 你好 我叫A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时间胶囊的秘密 你最想把什么东西 放进时间胶囊里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 2010年8月17日 一位房屋业主 请了两名妇女 去清理一所被废弃的房子 在打扫地下室时 他们偶然发现了 两个医生包 那么这会是以前的人 留下来的时间胶囊吗 这两个包上 都印有JMB这个缩写字母 他们打开包后 发现里面 各有一团1930年代的报纸 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报纸包裹住的 竟是两个婴儿的尸体 此外 包里还有写给 JMB的信封和卡片 以及一本彼得潘的副本 于是 人们便开始怀疑 这件事是否和彼得潘的作者 JMB有关 因为包上的缩写字母 JMB 和他的名字缩写 完全相同 且包内还有一本 彼得潘的副本 另外 彼得潘的主角之一 彼得潘 正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 而两个已经死去的婴儿 不也是永远不会长大吗 不过在几天后 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一个名叫 Janet M. Barry的护士 这位护士曾经住在这栋楼里 而且 警方在附近 发现了一款空白的医院测试表 因此 警察们非常确信 他们要找的是一位医疗人员 而不是那位著名作家 在检查了包里的移民表格 和人口普查表格之后 警方找到了 Janet在加拿大的侄子们 他们同意提交 Janet的DNA样本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这两个婴儿都属于护士 Janet M. Barry 而她和JMB 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大家或许很好奇婴儿的死因 但根据法医的分析 这些婴儿并非被谋杀 也不是因为流产而死亡的 直到今天 人们依然不知道 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也不清楚 为什么他们会被保存在 这些包里这么多年 我最爱下乎警察 2016年 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奇的 拆迁人员 在一所废弃了的小学附近 发现了一个1968年的 时间胶囊 里面有很多封 小孩们写的信 大部分内容 看起来都挺正常的 然而 当他们看到一封 由Greatly Young Man 写的信时 他们却感到害怕了 因为这封信上写着 我已经死了 我在蒙哥马里学校上学 那是学校以前的名字 我出生于1900年 你读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死了 我最喜欢做的事 是下乎警察 我会弹吉他 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一块有闲的木板 我十岁 再见了 野蛮人 就这么看来 这封信的内容 好像有点恐怖 毕竟 一个1900年出生的人 到了1968年 不可能只有十岁 不过 由于他在信里提到过 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下乎警察 最爱有猜测 他是故意这么写来 吓唬别人的 现代第一个时间胶囊 在教授 尖历史学家 Thomwell Jacobs 和科学家 Thomas Peters 等领导下 一个名为 文明较藏的气密室 在1937年 到1940年间 建造完成了 它的功能 类似于时间胶囊 直在将20世纪 人们的文明 封装在里面 并计划在 8113年解封 它位于 美国乔治州 布鲁克海文的 奥格尔索大学 是由游泳池 改造而成的 它长为6.1米 高和宽 一样都是3米 门口被焊接上了 密室上 还有一个 2.1米的石头屋顶 既然要把20世纪的文明 封锁在里面 那么 他们究竟在这个 密室里 放了什么宝贝呢 首先 他们在里面 放了文学书籍 和宗教文本 例如 基督教的圣经 伊斯兰教的 古兰经 还有 乱世佳人 电影的原告 为了确保 未来的人 依然能看得懂 这些书里的内容 Peters特别发明了 一种名为 Language Integrator 的设备 它是一种 带有声音的 手动电影 放映机 可以给未来的人 传授英文 这样 他们大概 就能看懂吗 除此之外 密室中还存放了 各种科技产品 如烤面包机 打字机 缝纫机 相机 和电话等 现在 大家可能觉得 这些东西 很平平无奇 根本没有被放进去 时间浇浪的必要 但想象一下 在8113年时 他们的科技 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在那个时代 这些机器 就会成为 我们时代的证明 接着 密室中还包括了 一些艺术品 装饰品 和儿童玩具等等 没错 唐老鸭玩偶 也在其中 此外 里面也有 20世纪30年代 各领导人的录音 包括 阿道夫·希特勒 约瑟夫·史达林等 当然 卡通角色 大力水手 和猪的叫声 也被保存下来了 嗯 不知道到了那个时代 猪是否还存在呢 是宝藏 还是垃圾 1975年7月4日 内部拉斯加州 苏尔德的一个店主 Hiro Keith Davison 希望制作一个 会在2025年 打开的时间胶囊 这样 他未来的村子们 就能通过里面的物品 了解到 70年代的生活了 有了这个想法后 他制造出了 一个重达45吨 长6米 快2.4米的 时间胶囊 他也被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 世界上最大的 混凝土时间胶囊 然而 奥格尔索大学 及前面提到的 文明教堂的创造者 声称 他们的时间胶囊 才是最大的 虽然金氏世界纪录 完美地解决了 这次纷争 但Hiro不甘于平局 所以 他于1983年 在原有的胶囊上 加了一个 巨大的 混凝土金字塔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这个金字塔胶囊里 都有着什么宝藏呢 据说 这里面总共有超过 5000件物品 其中包括了 穿起摩托车 这个时间胶囊里 其实也有 非常有价值的物品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一辆 全新的 Chevrolet Vega 而后 他在1983年扩建时 又放入了一辆 1975年的 达特舱 或者丰田汽车 其实 Hiro根本不需要 借助时间胶囊 来分享他在 迪斯克时代的故事 因为 他一直活到 1999年才去世 而在去世之前 他已经亲自和孙子们 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不过 再过一年 我们就能够解封 这个时间胶囊了 哇 哎呦 真的好期待呢 星球大战 粉丝的最爱 从角色到音乐 再到剧情 很少有电影 能像星际大战一样 这么具有标志性 所以 这个系列的电影 出现了很多 各式各样的纪念品 那么说到这里 大家知道 星际大战的创作者 乔治·卢卡斯 实际上埋藏了一个 跟星际大战 有关的时间胶囊吗 没错 这个时间胶囊里面 装满了星际大战 粉丝们都梦冥以求的商品 1981年 是卢卡斯营业 成立的十周年 此外 也是天行者牧场 及卢卡斯营业 后期声音剪辑的 所在地 晚工的一年 由于有很多 值得庆祝的事 所以 他们决定在这一时刻 把时间胶囊 埋藏在天行者牧场里 不同于大多数时间胶囊 都有明确的开启日期 乔治·卢卡斯 并没有为他的时间胶囊 定下一个具体的解封日期 而是希望 他能够跨越数千年 持久地被保存下去 那么 里面具体都放了什么商品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根据资料 这个时间胶囊内 包含了很多珍贵物品 例如 一块刻有 愿原力与你同在的镇纸 一瓶印有 卢卡斯营业 员工漫画的 1968年 卡内素尾 《龙葡萄酒》 各种动作人偶 星际大战 原生代的磁带 而且 里面甚至有一份 卢卡斯营业和环球营业 为1973年电影 美国风情化 签署的原始合约 事实上 卢卡斯营业网站上 有一份时间胶囊内容的 完整清单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不妨到官网去看看吧 消失又出现的 时间胶囊 1983年 在科罗拉多州 亚斯本举行的 国际设计大会结束后 大会的组织者 在土地里 买下了一个时间胶囊 名为 Aspentime Tube 很多参与者 在里面放入了各种物品 例如 魔术方块 名牌 优以拦掉合唱谈的录音等 不过 由于苹果联合创始人 史蒂夫·贾伯斯 也捐赠了他在大会演讲时 所使用的LISA鼠标 因此 这个时间胶囊 也被称为 Steve Jobs' Time Capsule 这个时间胶囊的 原定解封年份 是2000年 然而 当他们决定挖掘 并解封它时 他们却找不到 这个时间胶囊了 事实上 组织者们 虽然记得大致的位置 但他们并不知道 确切的地点 另外 这片土地 曾进行了大规模的 重新景观设计 于是 这个时间胶囊 就这样一直 被隐藏在地底下 直到2013年 多亏了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 Diggers 这个时间胶囊 才终于在 被埋藏了30多年后 重新出现了 当时 节目主持人 是在当地挖掘人员的帮助下 找到的这个时间胶囊 当他们打开胶囊时 他们发现 里面的大部分物品 都被保存得很好 但是 由于里面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估计大约有 成千上万个 因此 工作人员 需要先对这些物品 进行分类整理 之后才能向公众展示 不过 大会主席 Heritage透露 他在时间胶囊中 放入的物品 是6罐啤酒 因为他认为 在工作人员 挖掘到这个时间胶囊后 他们可能会感到非常疲惫 因此 他贴心地 准备了啤酒给他们 希望就能让他们 感到愉悦和放松 而根据现场 所拍摄到的 时间胶囊内部的照片 这6罐啤酒 似乎也被保存得很好 1892年4月6日 犹他州的盐湖城圣殿 在经过40年的建设后 终于竣工了 当时 他们在其中一座 尖塔的顶部 放置了一个花岗岩 球形顶石 和一个镀金的 摩楼奶天使雕像 而这个竣工里 吸引了3万名群众围观 不过 如果大家以为 这只是个普普通通的 球形顶石 那你就错了 因为 这个球形里面 其实隐藏了一个 时间胶囊 直到2020年为止 这个时间胶囊 已经呆在里面 长达128年了 不过 在2020年5月18日 为了给圣殿 进行翻新和修复 即使名建筑工人 把雕像和球形顶石 取下来了 既然都已经拿下来了 于是 他们决定 打开这个时间胶囊 其实 他们对于时间胶囊 内部物品的保存状况 并没有太高的期望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 最初在封存这些物品时 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来保护物品 免受天气的影响 所以毫不意外 里面的大部分物品 都已经损坏了 不过 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是鉴定出了经文 当时流行的宗教书籍 以及一块刻有 圣殿领导人姓名的 金箔铜板 此外 他们还在胶囊中 发现了一张照片 他们推测 这可能是摩尔门创始人 约瑟斯密 独一无二的照片 不过不幸的是 由于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这些照片的清晰度不高 所以他们也无法 百分之百地确定 另外 他们还发现了 大约400枚硬币 这些硬币被封存在 混凝土中 主要包括 涅币 辨试 10美分硬币 和25美分硬币 同时埋下两个胶囊 1968年1月 松下电器和美日新闻社 同意创建一个 联合的时间胶囊项目 以庆祝1970年 日本世界博览会 经过三年的规划 研究和建造后 两个细节 完全相同的时间胶囊 被埋在了大阪城附近 根据资料 这两个胶囊 分别含有2098件 可以代表着日本的成就 和日本人民的日常的物品 根据照片 里面包含了日本国籍 弹簧玩具 Get up 绿瓶苍蝇标本 便西式收音机 电锅 模型飞机 和宇航员们吃的食品等等 不过最有趣的是 这里面竟然还有 二战末期广岛原子弹 爆炸幸存者 因辐射而变黑了的指甲 虽然这听起来 好像有点奇葩 但它却能提醒未来的人 让他们不要忘记 战争的可怕 那么 他们打算什么时候 解封这两个时间胶囊呢 根据计划 他们将会在2000年的时候 解封第一个胶囊 至于上下的另一个胶囊 它将会被埋藏在地底下 长达5000年的时间 哇 这也太久了吧 为了确保里面的物品 不会损坏 松下电器公司表示 胶囊中的每一件物品 都采用了当时 最先进的保存技术 另外 他们计划每隔100年 打开胶囊一次 来检查里面物品的状态 不知道IU能不能 有幸见证的 第二个时间胶囊解封呢 毕竟IU 可以活很久很久 麻省理工的胶囊 1957年 麻省理工学院 开设了26号大楼 而这也是 康普顿实验室的所在地 为了庆祝这一事件 电机工程学的教授 哈罗德·金顿 提出了埋藏时间胶囊的想法 当时 他们计划在1000年后的 2957年 打开这个时间胶囊 然而在2015年 当建筑工人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 新奈米技术实验室 施工时 他们意外地 挖掘出了这个胶囊 没错 事实上 人们已经不记得 这里还有一个时间胶囊了 虽然麻省理工的人 很想打开这个时间胶囊 但是 这个胶囊上 却明确地写着 请不要在 公元2957年之前 打开 所以 他们选择尊重 胶囊创造者的愿望 并打算把它埋回去 不过幸运的是 由于这个时间胶囊的外壳 是透明的玻璃 所以 历史学家 能够通过观察 来拼凑出 里面的物品 根据报道 这个时间胶囊有 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对硬币 1957年级 麻省理工学院 学生的纪念碑 一小盒 合成青美素 一个空的通灵水平 以及一根低温管 另外 当时麻省理工的校长 JR Killian博学 还写了一封信 放入胶囊里 信中写道 我们无法猜测 下一个千年 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 你们会不会研究 我们的时代 但我们有信心 这枚时间胶囊 会让你们对天地万物 有更深的认识 希望在未来 你们能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 继续前行 越走越远 哇 这个发言 听起来确实很有校长的气势 由于在挖掘期间的不慎操作 这个时间胶囊的外壳 出现了裂缝 而这就意味着 里面的东西 正在渐渐地 曝露于空气中 不过 麻省理工的人表示 他们将会尽全力地 去修复好这些裂缝 雕像里面有东西 就这么看来 这座雕像 就像是一座 很普通的野素雕像 然而实际上 它是一个隐藏的时间胶囊 西班牙北部布格斯省的 Santa Gadea教堂里 有一座木制的 受难野素雕像 到了2017年 由于它逐渐从十字架上 脱落下来 并开始出现裂缝了 所以 修复组织 便把雕像取下来 打算给它进行一些修复 然而 当修复团队将雕像 放到工作台上 并将一部分的布料图像 一开始 他们发现 雕像的后方 有一个很明显的裂缝 事实证明 上帝之子的背部 隐藏着秘密 不过 从他的表情看来 他好像不太愿意 被检查身体 但不管怎样 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 修复团队 开始检查雕像的那一步 最后 他们发现了 一份神秘的文件 里面 有两封 手写的信 根据纸上泛黄的颜色 和所写的内容 这些手写信 可以追溯到 247年前 也就是 1777年 他们是由当时 布尔哥德 奥斯玛大教堂的牧师 华均明格斯 所写和放置的 现在 描绘了该地区 日常经济 和文化活动的途径 首先 牧师指出了 这座雕像 是由一个名叫 Manuel Baugh的人 所创作的 他也为该地区的教堂 创作了其他木制雕像 接着 他描述了 小麦 黑麦 燕麦 和大麦 等各种古物的收成 和葡萄酒的储存 然后 他提到了 这一时期 困扰着村庄的疾病 另外 他也分享了 在娱乐的时候 他们会玩纸牌和球 除了乡村生活之外 他还详细介绍了 西班牙的政治和气候 他写道 国王卡洛斯三世 已经登上了王位 西班牙宫廷 位于马德里 而且 里面甚至还提到了 从1478年 持续到1834年的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研究专家表示 他记录下这些事情的原因 大概率是为了 让后代了解 他这个时代的生活 没错 这其实是个 信件版时间胶囊 不过 I又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华均 要把时间胶囊 藏在耶稣的屁股里 时间胶囊公寓 1939年8月29日 法国社交名流 Matte de Foyon 在74岁时去世了 他留下了一间 华丽的巴黎公寓 这间公寓 被他23岁的孙女 Solange-Bujihong继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Solange为了逃离 纳粹的统治 而定居在法国南部 虽然他从未回去 清理过那间公寓 但他一直定期支付房租 直到他在2010年去世 而在这段时间里 没有被清理过的公寓 一直保持着原样 于是 他就成为了一个 时间胶囊物 在Solange去世后 这间公寓终于被打开了 如大家所料 公寓里的所有东西 包括画作 家具 小饰品 个人文件 以及情书等 在这几十年来 都保持着 完好无损的状态 如果不是物品上 有一层厚厚的灰尘 哎呦 几乎都要怀疑 Matte是不是刚刚才离开这里了 更令人瞩目的是 这间公寓里 还有一副 乔瓦尼·波尔蒂尼 为Matte画的肖像画 乔瓦尼是一位 极具才华和声望的 意大利孝项画家 因此 这幅画作 在2010年 以250万美元以上的价格 拍卖 成为了 乔瓦尼迄今为止 最有价值的作品 你想把什么东西 放进世界胶囊里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